大家好,我是尔柴 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分享过用 WordPress 系统 做一个国内网站 或者是外贸网站的价格 以及具体的服务项目 还有网站案例 具体的做法是 客户先挑选模板 再根据模板提要求 我们帮客户实现 把网站做上线 服务价格有5000的 有1万的 2万的 甚至还有更高的 其实经常有同学私信我 说他们想做个网站 但看到我的报价说明之后 就没有然后了 我估计主要原因是价格高了 我们的报价 是和付出的时间成本挂钩的 网站要求越多 做起来越复杂 花费的时间越多 自然成本就会高 但这里有个问题 有的时候客户觉得复杂的地方 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一定花很长时间 可能两三下就搞定了 有时客户觉得简单的地方 可能就无法实现 是有这种可能的 这个视频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面提出的这个问题 怎么才能让做网站的价格更低 做起来更节省时间 那这个省钱方案呢 既适合国内的中央站 也适合面向国外的外贸网站 顺便说一下 我们做的客户都是企业 个人自掏腰包 请别人做网站很少 还没有遇到过 首先我们先剖析一下 做网站的成本 那做一个网站呢 主要成本是人工 就是付出的时间 这里的时间有一部分是用来制作网站的 还有一部分时间是用来沟通的 举个例子 做一个网站项目 估计累计花费五个工作日 那每个工作日的报价呢 是一千元 那五天就是五千元 那制作这个网站 需要累计花费三个工作日 三天就是三千元 那剩下的两天是累计的沟通时间 做一个网站需要沟通什么呢 其实从一开始的接需求 到网站制作 到网站上线 沟通是无处不在的 比如网站想做成什么样 我们要了解客户的想法 做网站需要很多图片 那这些图片的尺寸 格式 以及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 也需要沟通 类似这种事其实很多的 还有上线之后的探讨 调整等等 很多很多 做一个网站属于定制服务 它不是批量规范的产品 比如客户开始说我要做网站 那服务商呢花几天 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网站做好了 交付给客户看 那客户一看 这正是我需要的 一点都不用改 太完美了 这种事不可能 做网站需要大量的沟通在里面 特别是网页设计 说到网页设计 我们以前给客户做网站 设计费是很高的 后来我们尽量不给客户做设计了 让客户自己提供设计好的图片 因为设计需要大量的沟通 传达和修改 比如设计公司出了一个设计稿 这个设计稿在客户公司的内部都很难确定 谁看了都会给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我记得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网站项目 根据客户的要求 做好了设计稿 先做首页设计 这个首页一共改了18稿 因为是我盯的项目 每一稿我都给他改了名字 给他加了一个序号 一共是18稿 最后客户选择了第一稿 这绝对不是段子 是我的亲身经历 虽然客户选择了第一稿 但是后面花费一周时间 我们加班加点做的那个实期稿 难道就没有成本吗 这个成本还是会分摊到费用里的 后来我们主作用wordpress做网站 这种建设方式可以避免设计 我们提供几百套网站样板 都是做好了的 客户随便挑随便看 这样做可以节省很多设计 和沟通成本 另外wordpress网站改起来也很方便 比如以前那种传统的方式做网站 要修改点什么东西 都要找技术 甚至有的需求 还要三个人一起改 比如调整网站的菜单 现在这种需求 可以通过后台直接调整 几分钟就搞定了 说的有点远了 下面我们回到这个视频的主题 怎么才能降低成本 因为降低成本这件事对于客户和我们服务商来说都是很在意的 做网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有一些是常规的 比如网站的预名 主机服务器备案等等吧 这些操作虽然看起来麻烦 但是它的时间是比较可控的 而且很难压缩时间 花费时间最多的 最不可控的 还有就是客户不容易理解的 就是怎么改模板 客户挑了模板 但他不知道怎么改 哪里能改 哪里不能改 能改的能改到什么地步 这些他都不知道 接下来我以Avada主题 一个弹幕演示站为例 给大家还原一下 我们在和客户沟通的时候的具体细节 我估计你看完之后就知道网站该怎么改了 哪里能改 能改到什么地步 也就知道怎么能够降低成本了 我进去 apartment 有它的øre子 能够降低轢 能够降低到 踩对 亦